回来 交通部长陆兆福早前访问中国期间 前往安徽五湖参观负责建造 吉隆坡国际机场新型接驳电车的工厂 陆兆福回国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为机场乘客上来好消息 他透露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第一套接驳电车 预计能在明年如期交付 陆兆福也敦促大马机场 控股公司尽快解决接驳电车合约问题 好让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接驳电车服务 尽早恢复运作 今年初大马机场控股 基于机场接驳电车频繁出现故障 注意安全考量 宣布暂停接驳电车服务 差点阶口 绢队 明明天见 获得 5号 金 9号